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油條,游輪的游 近兩年一直跟大家介紹新出的游輪 確實,舊游輪我比較少說 但不說舊游輪是否代表它不好呢? 確實未必,老的東西不一定代表不好 像河山一樣,現在又有河太 像李山,過多兩年又會有準利太一樣 總之,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不過別人的東西我們不要理太多 我自己定義游輪就是由零到五年之間的游輪 都叫做新船 五到十五年之間,那些就不新不舊 而十五年以上的游輪就叫做舊船 而在普遍來說,游輪的壽命會有三十年左右 今年是2024年,十五年前的游輪 即是2009年前的船,都叫做舊船 當然,我明白有部份老友是新船的粉絲 一直追著新船玩 而有部份老友是舊船的粉絲 找到舊船去玩 今天我們從噸位數,房間,設施,裝修,餐廳,行程 以及價格各方面去看看 為何新船和舊船各有千秋,各有各價值 第一個,我們來比較一下就是噸位數 首先,有很多遊客有一個誤區 就是說,新的郵輪一定是大噸位 而舊的郵輪一定是小噸位 這個其實是不一定的 按照2023年和2024年來說 我們熟悉的郵輪公司 一共推出了23隻新船 其中有12隻是14萬噸或以上 另外有11隻是7萬噸或以下 所以今天第一個知識點就是 千萬不要以為小船一定是舊船 不過這個概念又不能完全壞 如果我們按照同一間郵輪公司來看 又是正確的 如果想了解確實一點 可以看每一間郵輪公司的船隊介紹 這樣你就會知道 按照大眾化郵輪和高端郵輪來說 新的郵輪確實是越來越大 不過也有些例外 不過例外那些就不要理他了 通常船越大 他載客量也越多 郵輪公司投資回本就更容易了 相對來說 每個遊客要負擔船費 都會比較上平 不過Icon of the Sea就是一個特例 他越大越多人去 他就賣得越貴 講起Icon 不如說說World Caribbean這間公司 在2008年的時候 他最大的船 都是16萬噸的Independence of the Sea 到2024年最大的船 就是25萬噸的Icon of the Sea 例如Norwegian Cruise 在2007年的時候 當時最新的郵輪 就是Norwegian GM 9萬噸左右 到今天船隊最大的郵輪 就是Norwegian Encore 已經有17萬噸 再來看看像Princess 在2008年的時候 Woopy Princess 11萬噸 在船隊中 已經叫做最新最大的 到了2024年 新Princess 已經晉級到17.5萬噸 這件事不一定是大眾化的郵輪 就算有豪華的郵輪 例如Oceania 也一樣 在2000年出的郵輪 Norwegian那時只有3萬噸 到2011年 出的Miriana 已經到6.6萬噸 不過做豪華郵輪的路線 就有蠻不同 他們出到差不多大 比例的郵輪 就不可以再大 因為在2023年 就算他再出的新船Vista 也只是6.7萬噸 原因就是 因為他要保持著 載客量低 才能做到服務和食用 要走豪華郵輪的路線 就要確定 肯定不能玩太大的郵輪 我覺得郵輪業確實很有趣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各有各特色 剛剛提及過 大部份的船公司 出的船都越來越大 但有些船公司 真的免得理你 我行我數 就像Viking郵輪一樣 從2015年到現在 有十年歷史 第一次出的郵輪 就是Viking Star 48,000噸 現在準備在2026年 推出的Viking Vista 都依然是48,000噸 他這間公司的特色 就是每一隻郵輪 都是一樣噸位 一樣壯壽 受一樣的仿營 變我都不變 他就是堅持著做自己 還要然後每年都要出新船 別人還要年年獲獎 越做越好 今年還要上市 你說他有錢又可以 你說他任性又可以 總而言之 他就不是靠噸位來上位 雖然同一間郵輪公司 郵輪越新 都不會在數位越大 但他的載客量相對來說 都會越多 相對來說 郵客空間比這件事 船船就會佔優勢 所以有時上郵輪的時候 大家都是客門 郵客反而會覺得 船船不會太迫人 第二個項目 我們來比較一下就是房間 現在新的郵輪 確實有很多不同級別的房間 可以選擇 比舊郵輪多很多 舊郵輪座於有幾個 部份Holland America的船 像Sandam那些 他們設計時 只有內艙房和海景房 然後再升級 要到露台的話 就要到套房才有露台 很久很久之前的設計 沒有露台這個概念 不過隨著疫情期間 很多舊郵輪的報費 這種船就越來越少了 正常的舊郵輪 有內艙房、海景房 露台房和套房的選擇 當然 當然舊郵輪已經這麼久 歷史 房間裡的設施 真的沒有那麼智能化 例如USB插座 或者電動窗簾等等 這些細節都沒有那麼強 但有一件事 比起新船來說是優勝的 就是房間的大小 我發現舊一批的郵輪 它的房型雖然選擇少 但空間感來說 比新郵輪大一點 新郵輪更厲害 以全世界最厲害的 ICON OF THE SEA來說 它一共有28種不同的房型 可以任由選擇 最貴的房型 應該不可以說它是一間房 別人這個叫TOWNHOUSE 是一間屋的設計 裡面還有SIR滑梯 而新船的房間 當然有很多科技感的東西存在 有時候高級到連內套 這些中坑上去 都要研究一輪 才知道怎樣玩 第三個我們要來比較 就是裝修和設施 首先講舊船 大部份舊船 裝修都是按古典 或者叫經典形式的 郵輪的形式去做裝修 確實今時今日 你看下去 就叫做Old School了一點 Old School這個字 其實可以代表過時 但也可以代表它是經典的 裝修用式 比較偏深色 感覺上比較沉穩 和木感比較重 可以給予人一種很經典的感覺 而大部份船船 在設施方面 就比較上輸蝕 最多只有幾張冰冰球桌 可能有個籃球場等等 然後就沒有延後 不過唯一說 就是World Caribbean 就是一個特例 在1999年的時候 World Caribbean的船 Voyager of the Sea開始 船上已經有流冰場 爬山場 和水上滑梯王家大道等等 然後重新裝修 再加上人造滑浪 所以說World Caribbean的船 就算是舊 只要在14萬噸 Voyager級別 都不會說沒有設施 都不會說很悶 新船的裝修用式方面 確實是比較大膽 無論是顏色或配件 都十分潮 在於不同的郵輪公司 例如Celebrity新船 H-Class 裝修方面 主要是以新潮為主 用吊燈、燈光和玻璃的設計 高樓底一層一層地沉疊 整件事看起來很漂亮 也很舒服 如果你在這裡坐久 有時候 你也忘記自己坐在船上 不說 還以為自己坐在酒店裡一樣 現在新的郵輪 很流行做一些特色的東西 就像Icon的珍珠一樣 你只要坐在這裡拍照 大家都知道你是上了Icon 就像剛剛說的Celebrity H-Class 它是一個橙色的Magic Cabot 在這裡喝酒 撞風又容易嘔 在這裡吃飯 吃完魚生壽司之後 整身都是一層海水味 雖然這個設計沒有實質上的作用 但確實是一個特色 只要你一看到這個Magic Cabot 就會想起Celebrity 正所謂這個就是網紅效應 又例如Carnival Mardi Gras 加連華郵輪 全世界第一個海上過山車 你不要以為是免費 要付錢才可以玩 第四個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是行程 這個我很多時候都經常跟遊客解釋 舊船走的就是好行程 而新船走的就是更大路的行程 有很多經常去追求新船的老友 經常跟我說 每次不是東加納比海 就是西加納比海 每隻新船的行程都是這麼大路 一早就去過了 確實這是真的 如果新船在歐洲下水 不是地中海行程 就是意大利三島 佛羅倫斯羅馬拿波里 你說悶 確實有點悶 不過當別人的郵輪 本身已經足夠賣點 又怎會去想其他行程 再者 始終 郵輪公司也要配合 大部分遊客的口味 去一些大路的城市 沒去過的遊客當然可以 就算去過的遊客 也不介意去多一次 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會造成新船只會走大路的行程 但在這一點上 我個人覺得 俄羅倫斯確實做得不錯 他們真的夠膽 把自己的新船 放在南加納比海 或者叫冰島挪威 那些行程 一般的郵輪公司 確實真的不會做 所以俄羅倫斯 在行程方面 確實下了很大的苦工 而舊郵輪行程方面 當然是俄羅倫斯 通常環遊世界的行程 一般來說 或者是很特別的行程 都是由舊郵輪行程 為什麼呢 因為舊郵輪 載客量相對小 就算郵輪公司開發 一個新的行程 沒有什麼遊客欣賞 試錯成本 都是相對低的 而且 就算沒有人去 他們去減價 去促銷的話 因為船很小 所以很快都可以買光 而另外 部分二線城市 他們未必有那麼多遊客有興趣去 以及碼頭的設備 未必做得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 去郵輪確實是一個模式 當我們年輕的 假期沒有那麼多 就應該是玩新船的 順便玩大陸的一線城市 然後到年紀大一點 假期多了 那我們就可以坐二線的郵輪 去一些二線的城市 又或者去試試其他不同的河輪 極地探險郵輪 各類的行程 畢竟到了幾十歲 爬山場 流冰場 我都沒力玩的 第五個 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是郵輪的餐廳 這部分十分簡單 無論新舊郵輪 其實也是一樣的 如果說免費方面 只有主餐廳 和自助餐 當然 新郵輪十分聰明 只要船的位置夠大 就可以把自助餐 分成幾個小的咖啡店 其實食物方面 都是大同小異 而我覺得 新船和舊船的餐廳 最大的分別 應該是 付費特色餐廳 近期我覺得 確實 郵輪上的主餐廳 和自助餐 普遍質素 都下降了 不過 也有一段時間 好過一下 就是疫情之後 剛剛恢復郵輪那一段時候 但近期 因為食物成本的上漲 又差了一點 在這十五年裏 各大郵輪公司 都不斷出新級別的郵輪 亦有不斷加上 不同的付費特色餐廳 好像日本餐 鐵板燒這些 在過去十五年裏 是崛起得最快的 而另外 就好像 Wonderland Labatish Chef 或者Edan 這類的吃了 你是吃了 但又不知吃了什麼的餐廳 亦都越來越多 因為它越來越好玩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是新船 和舊船的食物質素 其實有很大部分 是在於我們 去不去特色餐廳 而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我覺得 功課地點 即是說 是郵輪的航線 如果是老油條的你 應該會發現到 這個世界這麼大 同一艘船 去到歐洲 和去到亞洲 他們的食物水準 都會有分別 不過 這又是另一個話題 有機會我們再來探討 來到第六項 就是最後 我們比較一下 游輪的價格 同期 按照2023年到2024年來總結 我個人覺得 新船的價格 比船船貴 大概是1.5倍到2倍 無論船船的行程 有多吸引 最多都是賣光 價格都不會上去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年代 就是遊客會看 游輪的本體 比游輪更重 因為在疫情之後 有很多未去過 年輕一輩的遊客 就開始玩游輪了 就像我之前說的 這部份的遊客 他們放假時間是有限的 之前他們都未去過 所以他們會集中選擇 一些新船 但有很多活動設施 第一 他們是擔保自己 第一次去游輪 不會悶 第二 畢竟說了新船 肯定好聽一點 第三 這班老友 確實沒有價格的概念 就算游輪相對來說 貴一點 問題也是不大 而船船 反而是老一批的舊遊客 他們會去訂購 只要行程好 價錢合理 這班老遊客就會出手 其實我個人認為 無論是新船或舊船 適合自己 就是叫做好船 究竟你會喜歡新船多些 還是喜歡舊船多些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